4月23日,以X时代为主题的2016腾讯汽车创临者峰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50余位业内重量级嘉宾以及200余家主流媒体历临现场 从新格局、新媒介、新技术以及新客户四大话题进行观点分享及现场互动 腾讯公司副总裁陈居宏在指示中表示 创新的意愿、实践的能力、制度的保障和对陈贵的打破都是创新和引领的核心 虽然创新会带来不确定性,但是创新正在给各行各业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曹和平,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 分别就有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以及以色列的创新 在制造业的应用等热点话题做了主题演讲 吉利汽车集团总裁CEO安聪慧 北七股份总裁李峰 宝窝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及全球CEO华立新等数十位车企高管代表参与了全天四场跨界互动 作为此次峰会的重头之一 在主题为认知新格局的互动环节中 汽车企业、互联网公司与学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观点碰撞 此外腾讯网副总编辑葛燕在现场发布了腾讯汽车自媒体签证计划 葛燕表示签证计划的发布将助力现有内容生态的重建 给广大自媒体带来更好的平台与空间 据了解创临者大会今后将成为腾讯汽车每年最为重要的行业性盛会 与此同时腾讯汽车还将继续发展其平台优势 此时成为用户与汽车厂商 经销商之间最为有效的连接体 酷溜汽车北京报道